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说起蓝沧江 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 它发源于青海 京 西藏 云南流出国境 蓝沧江流域景色优美 风光独特 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 就发生在蓝沧江流域的一个叫苍原的地方 苍原瓦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 这里有连绵的群山 茂密的热带雨林 在这片外人很难涉足的区域里 不仅生长着不计其数的奇花异草 而且也是很多珍稀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 此外 相传密林中毒虫遍布 瘴气弥漫 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而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就在这片深山密林之中居住着神秘的古老居民 他们的某些生活习惯还依然保留着祖辈留下的船头 这片不为人知的区域吸引了很多户外探险者的兴趣 就在不久前 一个户外探险队走进了滇西南这片深山密林之中 热带雨林的独特风景 让第一次参加户外探险活动的爱好者陶醉其中兴奋不已 他几乎对周围的所有景致充满了好奇 也就是在他一次次的注读欣赏美景的同时 他和探险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最终和同伴们失去了联络 当他试图追赶上前面的队伍时 致命危险正在悄然无声地向他袭来 感觉有东西咬了我一下 可能咬腿上了 但是当时我可能比较害怕也就没太在意 就一直在继续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就可能不知不觉的就给晕倒了 当失去知觉的患性爱好者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栋木头结构的房子里 旁边生着一堆火 周围还有几位穿着黑色民族服饰的人 一边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 一边在忙忙碌碌地做这些什么 与此同时屋外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响 好像自己躺在一个什么草屋里边 还迷迷糊糊地听到这个草屋外边吧 还有这个咚咚咚的这种声音 随后汉性爱好者从一位会讲一些汉语的村民那里 了解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事发当天 他在热带村民里被毒蛇咬伤后昏倒了 幸好被居住在附近的村民及时发现 把他背到了村寨之中 寨子里的民间医生用他们传统的疗毒方式 对他进行了救治 他才得以脱离的险境 与此同时 村寨里的人还为他祭祀祈福 奇怪声响就是祭祀活动时 人们敲击乐器的声音 村民的说法让他惊叹不已 在庆幸死里逃生的同时 他更是对自己的遭遇充满了好奇 一般来说 人一旦被毒蛇咬伤 需要有抗蛇毒血清才能救治 村寨里的民间医生 究竟是用什么药物来化解蛇毒的呢 这脸上和这个腿上都黏黏糊糊的 不知道抹着什么东西 难道那些涂抹在他的伤口和脸上的神秘物质 就是可以解毒的神药吗 痊愈之后 患性爱好者参观了村寨里样式奇特的民居 领域了民族舞蹈的魅力 还得知这个村寨的名字叫做翁丁 当离开翁丁村时 患性爱好者喀歇 在村寨通往外界的道路旁 悬挂着很多牛的头骨 而且他还在附近的山顶 看到了一个直径足有数百米的大坑 村民说 他们生活的这片区域叫做阿瓦山 而这个大坑就是阿瓦山神坑 千百年来 神坑一直保佑着他们 祖祖辈辈能够平安健康地 在深山密林中生存下来 那么这片阿瓦山究竟位于什么地方 瓦族人怎么会拥有治疗蛇毒的奇特能力 村寨周边的神坑里有什么秘密 这些谜团吸引了地理中国设置组 前往阿瓦山进行考察 路途中我们了解到 瓦族村寨大都位于大山密林中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和外界沟通较少 因而当地的瓦族人大都不会讲汉语 必须要找到精通瓦语和汉语的专家 来配合考察队的工作 魏城 瓦族人 苍原瓦族自治县 民俗地理专家 随着车辆在阿瓦山里穿行 道路逐渐变得狭窄 但是两边的植被 却越来越茂密 在翻过了一个山头之后 记者看到 路的两边 突立着一些奇怪的树桩 每个树桩上面 都悬挂着一个牛的头骨 魏城告诉记者 牛头桩是瓦族村寨重要的标志 最大的村寨 会有上千个 画着牛头的木桩或者竹桩 立在通往寨门的道路两边 魏城说 通过了这条布满牛头桩的道路 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 两条蛇拦在了道路的中央 魏城告诉我们 这是当地的一种民俗活动 五蛇 大可不必害怕 这些蛇都是在人的控制之中 果然 这时候 一个穿着瓦族服饰的村民走过来 轻而易举地 就将两条蛇抓在了手中 附近这个林子里有有毒的蛇吗 也有 有 但是抓不着 不好抓 万一被咬到就 抓不着 五蛇的村民说 他手里的这几条蛇 是一种水蛇 毒性并不是很强 在翁丁村 蛇被看作是一种 驱灾避祸的吉祥之物 但是看着水蛇在他的手里 不断缠绕土信 记者依然有些毛骨悚然 魏城告诉我们 毒蛇喜欢闷热潮湿的环境 而翁丁村所在的阿瓦山 正是湿热的热带雨林 因而山林里蛇虫密布 贸然进入非常危险 在阿瓦山 每年几乎都会发生毒蛇伤人的事件 而在夏季 毒蛇有时也会爬进村寨里来 这让记者不免有些疑惑 在毒蛇遍布的环境下 翁丁村里的人们 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这难道是因为 他们拥有一种 能够对抗蛇毒的神奇样物吗 魏城告诉我们 这个瓦族人之所以能够在 毒虫遍地野兽出没的地方 生存下来是因为瓦族人得到了神灵的庇佑 千百年来啊 这瓦族人呢就一直非常崇尚黑色 而且呢每年还会为此举办一个重大的活动 说来也巧 今年的这次活动啊 恰好就在两天后举办 只要亲身体验一下这场瓦族流传了数百年的民族活动 就能够揭开谜题 专家的这番话呀 让记者感到十分的好奇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在 沧原县城 考察队从翁丁村驱车三十多千米 来到沧原的文化广场 活动还没有开始 记者看到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 人群的四周摆放着很多黑色的大缸 每个大缸上都盖着盖子 周围还有专门的人员看守 大缸里究竟有什么呢 这让大缸的用途显得更加神秘 就在记者感到疑惑之际 几位穿着红黑相见瓦族服饰的老人 走到了广场上 用瓦语宣布活动开始 突然间整个人群就沸腾了起来 展现出和刚才不同的景象 眼前的情景让考察队目瞪口呆 而大缸里的秘密也被揭开了 原来每一个大缸里装的都是黑色的泥浆 广场上来自周围村寨的人们 不管男女老幼 都将大缸里的黑泥 抹抹在对方脸上身上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民俗类似歹族的泼水节 谁被泼到的水越多 得到的祝福就越多 在这里 谁被涂抹的黑泥越多 也成为越幸福的人 考察队员也亲自感受到了这种热情 靠察队员联想到专家的话 瓦族崇尚黑色的奥秘和眼前的盛大民俗有关 难道瓦族服饰上的黑色就是泥土的颜色吗 魏城肯定了我们的推测 他告诉我们 这项民俗活动叫做摩尼黑 是瓦族一年一度的狂欢级 专家告诉我们 摩尼黑活动的名称来自瓦远 盖娘部落 娘部落又是什么呢 魏城说 娘部落是瓦族的一种神药 是由黑泥和中草药混合而成 不同的中草药就会有不同的致病疗效 与此同时 考察队还了解到一个有关娘部落的重要信息 药效最佳 也是最珍贵的娘部落之中 还有一种俗称不死草的药物 传说 这种草药具有解毒疗伤的神奇作用 生长在人类最难以到达的峭壁深谷 四周更是毒虫遍布 只有最虔诚最勇敢的人才能找到它 魏城的这一席话 让考察队充满了好奇 世界上真的有不死草存在吗 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 我们又能否找到它呢 就在这个时候 民俗地理专家魏城 向考察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在距离翁丁村不远的和平村 有一位叫做田宝不乐的瓦医 治疗毒虫咬伤的本领远近闻名 也许他能够帮助考察队了解不死草的形态 当考察队来到蒙醒镇和平村 找到瓦医田宝不乐时宜 他正在把一些晾干的草药切碎 准备调制传说中的娘部落 这些药是要搭配起来用的这些草药 是的 这个是在树里面生出来的 天宝不乐告诉我们 他也没有亲眼见过不死草 曾经听爷爷描述过这种神奇草药的模样 据说不死草是一种藤本植物 非常罕见 发现他的地方往往会看到毒蛇相伴 他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 就是所有的叶子都是半截的 仿佛被刀整齐地切割过一样 因而也有人称它为半截藤 这种植物的叶子捣碎后 制作成的娘部落 有一致刀伤枪伤毒伤的奇特功效 由于很多伤重者在被救治前 往往会昏迷不醒 当涂抹过半截藤后 就会苏醒过来 因而被人误以为能够起死回生 半截藤也就有了不死草的称号 据说这个不死草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叶片的形状是半截的 而且只有在阿瓦山区 最为险峻的神坑当中才长有不死草 可是神坑距离翁丁村虽然只有十几千米 但是路途异常地艰险难行 不仅如此 神坑更是崖壁耸立身不见底 毒虫遍布危机四伏 由于长时间无人涉足 使得神坑之行充满了未知的变数 极大的考验摆在了科考队的面前 为了能够尽快地找到答案 许多地理地质方面的专家 都加入到了考察队伍当中 向导为考察队设计的路线 是沿着崖壁穿越热带雨林区 逐步向位于山顶的神坑靠近 此时虽然还只是五月初 但热带雨林中弥漫着高温潮湿的空气 行走期间犹如置身在桑拿房中 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 一路上专家不断地提醒队员们 要及时补水 以免身体脱水发生不测 主要我这没有浮的 我怕重心不管 你这样啊 你走到那个地方 小薇 你跟着他后面 你在那个地方帮他接一下 继续让他先过来 他只要能上到这个坛这儿就行 环境的异常艰险 让大家的行进速度极为缓慢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考察队走了还不到三百米 路途中向导告诉考察队 此处距离神坑只有不到一千米的距离了 不过这最后的一千米 却是一个从山腰向山顶攀爬的艰难过程 一路向上 海拔已经从五百多米上升到接近两千米 向导说 神坑就在前面 远远看去 只见在山峰的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直径大约在二百米左右 张世涛 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教授 曾经对滇西南地区的板块构造 地质成因做过细致的研究 通过对神坑的形态 还有附近岩石的观察 张教授确定 阿瓦山的神坑就是一个喀斯特天坑 张教授说 这个坑的深度很大 高度的差异会造成温度和湿度的不同 进而导致坑洞中的植被形成了梯度分布 从底下是一些芭蕉 然后梭螺 往上慢慢地 你看这个变成了一些 主要是一些长绿的阔叶树 主要是一些粒类 再到往上 在那高处的话 就出现一些落叶阔叶栗 那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橡树 橡树林 天坑的底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瓦一天堡不乐所说的半截藤 又是否真的生长在天坑里呢 要想破解这些谜题 考察队就必须下到坑底 可是张教授在仔细观察了天坑的形态后 却发现整个天坑的周围都是垂直的峭壁 如果不借助专业的工具 很难下到天坑的底部 考察队员倍感沮丧 难道就这样无缘见到不死草了吗 这时向导提供了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 曾经有一个中外联合探险队 下到过天坑底部 拍下了珍贵的影像 考察队通过向导 拿到了路线 就这样说 使用更新的意义 挂队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对阿瓦山地形地貌的考察 研究当地的气候环境 张世涛惊喜地发现 苍原阿瓦山所处的这一区域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在地质学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是划分太平洋水系 和印度洋水系的重要分割点 张世涛教授说 阿瓦山地质地形的特点 直接影响到了这一区域的生态特征 几条南北走向的山脉 阻挡了从印度洋过来的大量水汽 在阿瓦山形成了丰富的降水 各种珍稀植物再次生长繁衍 成为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 与此同时 大量的降水对当地石灰岩中的纵向裂系 进行切割与融食 从而造就了阿瓦山地区 规模庞大的天坑群 随着苍原这片土地上的神秘面纱 被一一揭开 围绕阿瓦山地区的各项科学考察 也将逐步开展 成为地区专家们新的研究课题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 专家告诉记者 阿瓦山里之所以会有大量的 珍稀动植物资源流存下来 不仅有地形气候的因素 也有人的因素 在苍原99%以上都是山地 平坝的面积不到1% 瓦族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 繁衍生息了几千年 也就是在和自然抗争的过程当中 瓦族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 也许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实谢招吧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